韩国是一个盛产男神欧巴的地方,前几年寒流正在内地流行时,每个少女的心中都有一个偶像老公,这些老公们要么就是暖心男神,要么就是霸道高冷,或者活泼软萌,总之这些男神的出现,让无数单身少女的死偶标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 今天要说的就是张根硕宗仲基李仲硕这三位代表新男神,这三位都曾因为某部电视剧爆红过,从而成为广大少女的共同偶像,同时这三位男神都有过相同的经历,那就是长胖了。 首先说说张根硕,这位可是小编,我第一个迷上的韩国明星,在2009年播出的原来是美男阿中看到他的第一眼后,我就迷上他了。 不是因为他唱的有多帅,而是我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么酷,在这部片子中虽然也有小奶狗的存在,但在那个时候,人们根本不喜欢软萌的小鲜肉。 反倒是张根硕这种酷酷的男生大受欢迎,在小编的印象里,那是张根硕也一生涯中最红的一年,身边的所有女性好友都中了他的毒。 但这样的喜欢来得快去的一块,再次看到关于张根硕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去年的时候了,没错这个消息就是他长胖了。 当年的花美兰也开始发福了,甚至还有些有你了,因此网友们还给他取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外号,工厂木更事业,说完令人唏嘘的张根硕,现在就轮到李易琪琪,就是满脸幸福的送中机了,用大家的说法。 他那不叫发福,而是叫爱得幸福的,作为前几年的全民老公,宋仲基可谓是寂安切梦光于一身,因为他关内还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聊内视频,去年播出的极光之恋,中还特地饿到了这段,本来很帅的聊手机片段。 但宋仲基和女神宋慧桥结婚后,多少上男少女的心都醉了一地,男神没了也就算了,女神也跟着男神跑了。 不过令大家心生欢慰的是,女神宋慧桥因为结婚后倒是越来越美了,宋仲基却越长越胖。 最后说的李忠说长胖还是最近的事,是发源头来自一组他的街拍。 我们可以轻易的发现影响清朽的李忠说大了一号,这还不是角度问题。 这是真的长胖了,以前感觉整张脸嫩嫩的,现在发福的铁蛋没有影响颜值,反正看着有点可爱,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 别人长胖都是越看越油腻,他倒是越长可爱,不过前面的张根硕和宋仲基,现在已经成功收回来了,不知道李忠说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来呢。 其实长胖发福,这是在韩国娱乐学已经常发生,这三位算是情况还比较乐观的,拿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日子出来讲。 比如李敏昊算是比较油腻的,李宏基更是被大家调侃胖成了球,可能这和他比较爱吃有关系,这是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啊。 可以说只要大家搜一搜,就能搜到任何一个韩国男性明星都有过发福的记录。 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何都在长胖,但是看到这些,男神们渐渐地横,像生长慢慢变远,也算得上是一种难间的奇观了。